缅甸、博登、博生的南福宫 靠近海边 就是靠近维商那边 这是它南福宫里面的内籍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因为在博登、博生这个地方 很多华人也都不会讲中文了 因为1967年之后 缅甸的历史 影响了这段华人的文化的传承 这就是它现在的地理位置 我地图标出来 这是捐的善款 利用南福宫的建筑 南福宫供奉的是观音 这是我们华人的同胞 我分享这个也是主要 让我们了解缅甸的各个区域 我们华人的寺庙 了解更多的当地的 一个华人的生存状况吧 金玉满堂刚才 还是做得很精致 他们这个寺庙 我们在拜祖先 华人聚餐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可能华人可以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也就是沟通的地方 也就是沟通的地方 还有武师表演 这就是现场的 你看还写的南福宫 两层楼还是三层楼 在维护 这个佛像 华人的前辈们 灯笼 佛教的节日 搞的活动 佛光普照啊 我去过博生好几次 但是一直没去 因为没做媒体之前呢 也没这个兴趣啊 现在有机会还是要去啊 这是青年主在聚会 我们华人的小孩 后生仔嘛 哇 好多人啊 这是在武隆 他们一个皇家公园里 这里面我也经常去 以前在那里面吃饭 祝福我们博生的华人